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你爸爸要是没有了 你们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妈 这不是我们不孝顺啊 这诊断结果还没出来呢 您怎么就说他得癌了呢 这不是咒我爸吗 什么家庭会议啊 您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吗 每次来都是发号施令 要我们干嘛就干嘛 尊重过我们的感觉吗 你们什么感受啊 赵义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跟妈说话呢 还不是你枕边风吹的 妈 你真是冤我好人了 行吧 行 送妈回家 快点开会 你给我回来 你这个不小心的孩子 我爸也摇过你了我 妈 行了 走吧 回家吧 赵叔叔 上次您给我的那个设计方案 单位的领导看了非常满意 还说 有您的鼎力协助 没有攻不下的城池 那只是张草图而已 很多电脑还不太成熟 卖进您大步 小心身体 身体消 赵叔叔 别忘了你还是个病人 秦阿姨 回来了 回来了 树菲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的 赵叔叔 秦阿姨 我有事 我先回去了 吃饭 晚饭 来走 不了 我回去真的有事 树菲哥 那我送你吧 树菲哥 你别在意啊 我妈刚跟我哥吵完架 正在计计方案里 没有 没有 没事 都愿我自己不好 别应该经常来打扰赵叔叔 来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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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啊 不在赵叔叔家帮忙 我 我去买点东西 嫂子 咱们俩上去吧 那 我上去了啊 我上去了 整天的上班下班 永远都是同一条路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一个人真没意思 你怎么开车的呀 你怎么在开车呀 自然的我一身都是水 对不起啊 我没有开人路上的积水 怎么会是你啊 我今天真是倒霉 碰上你了 是啊 老知道是你 我连车都不停 你要不停车 说明你没有功德 我在那眼里有过功德吗 不要对以前的事情 念念不忘好不好 我这个人都记信太好了 别人干过的坏事情 我一辈子都记得 哎 你不许过来啊 看着你我就不舒服了 你一过来吧 空气中的味道都会变掉 充满了臭鱼烂虾的味儿 我以前以为你是个 有涵养的女孩子呢 没想到你那么粗鲁 幸亏我没追你 你知道吗 看人不能够看表面的 好比说你吧 长得倒是光面堂皇 像个人似的 可是呢 你黑心事干多了 黑心事干多了 心自然就黑了 你是不是对我的职业 还有很大的偏见啊 纠正一下 不是偏见 是意见 还是以前的事吗 是 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 今天可是你先不尊重我的 今天是你先拿脏水 在了我的裙子 我已经跟你说过对不起了 那至少你是不是应该拿个手绢给我擦擦裙子呢 给给给给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以后啊再也不想见到你 你以为我想见着你啊 那好我不用说再见了 你开车呀慢着点 前面有个井盖 咱就掉进去 你就撞车了 我也掉不到井盖里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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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戴帽随随便便 一身变妆就来听音乐会 还好 装装很陶醉的样子 真是附库风扬呀 真是附庸风扬 听音乐会啊 什么浪费钱啊 这叫陶冶秦操 谁要想 反正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我们回家吃饭啊 嗯 拜拜 对不起啊 手机掉了 冤家陆寨 你怎么在这啊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我听音乐 你听得懂吗 不懂装懂呗 我猜你就听不懂 我干嘛就听不懂音乐啊 职业关系啊 你想啊 你是历史 耍的是嘴皮子 用的是笔杆子 这方面 你没有必要知道 我觉得你也没有音乐细胞 好了好了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跟你说话也太累 话不投机半句多呗 我的小熊呢 不知道 你怎么看着我干嘛 你怀疑是我拿的 我当然怀疑你了 你是不是趁机报复呀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术 我不管什么君子小人的 反正我小熊不见了 交出来 我没拿 你要我拿什么交给你啊 什么叫你没拿 我的手机 我打电话的时候 上面是吊着小熊的 小熊掉到地上 手机也掉到地上 手机你捡起来 小熊没有 你哪有那么好心啊 我真没拿 什么叫你这么一拿 给我 这冷静的想想 你放在哪儿了 放在哪儿了 放在哪儿了 你放在哪儿了 你放在哪儿了 你带我捡了手机 没说谢谢 你替我捡了手机 没有了 还愿望你偷了我的小学 我帮你捡到了宝贝 你还没谢谢我呢 谢谢 就这么就完了 改天请天一约会呗 真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让我送你回家吧 介意 你干嘛老是拒人千里之外啊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离开啊 我喜欢 喜欢什么呀 我 我喜欢接受别人的批评 你喜欢接受什么批评啊 看来 丽雅平和王磊的事 可能还真是我错了 这件事情啊 可能是我错了 他俩现在过得挺好的 真的啊 他们俩和好以后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他们俩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俩现在啊 特别的幸福 既然你已经承认错误了 那你得请客 我不说了请你听约会吗 还得吃饭 这叫赔醉酒 你太能说了吧 还赔醉酒 没死你 哎 等等 出来了吗 大夫 这东西拿在手上 怎么那么像探觉书啊 不知道 看你爸爸死还是活呀 这个 你别太着急了 我看我爸他没事啊 有事没事是你说了算 那得大夫说了算 哎呀 这倒是 咱找大夫问问 这也看不懂啊 这个 大夫 大夫 我丈夫怎么样啊 您先生没事 换案结果非常准确地 显出他的身体不错 您怀疑点 癌症没有了 最近他的身体不适 是犹豫 疲劳过度我引起的 属于雅健康主 他的身体各项机能呢 都非常正常 您多心了 让他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 多多注意水眠 我呢给他开点药 补充一些维生素 大夫 那太感谢你了 那 我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 他为什么会变血啊 变血 会不会是痣床呢 去钢杂哥 查一下 哎 就是我这个心动抱着 你爸爸没事了 没事 跟您说 您做人大惊小怪 小提打坐 大惊小怪 小提打坐 不是 不是有证据的 那卫生间里有血 你们都知道了 哎 卫生间里有血 就是我爸等了癌了 那你大夫不说了吗 那是我爸 痔疮犯了 痔疮是小病 小病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跟你说啊 大夫说他是亚非抗状态 也需要多休息 对啊 等一下我们去超市 买些补品吧 因为呢 爸需要休息 也需要补充营养的 哎呀 书里啊 昨天 你是着急 口无遮拦的 希望你别在意 妈 当时您的心情我了解 而且这件事情 我已经给忘了 您就别再提了啊 哎呀 还是 儿媳妇比儿子好啊 我跟你说 不管什么事 只要你爸没病 天大的事都不是事 哎 今天晚上我请客 咱们一起啊 说一对人这意思 哎 好不好 哎 妈 您说的可是请客 不许AA制啊 对 我觉得这事快不了 我请 我请 只要你爸健康 哎呀 你看今天要了这么多菜 你爸妈妈 我可是特意邀请他们俩的 是这样子 因为我妈今天有点不舒服 然后小虎在家里也没人看 所以我妈说叫我过来 带个好 然后他们俩今天就不过来了 改天再等你家来传闻 嗯 庆变母也真是的 把孩子带来不就得了吗 正好我也想小虎 我也想抱抱他呀 小虎闹 他要是在饭桌上 我们就甭想吃消停饭了 是吗 小虎要是不听话的话 家里大人可得管教 千万不能管孩子啊 管子如沙子的 秦阿姨说的太对了 小虎爱闹腾的劲儿 我回去得好好调教调教 你们是不是在管孩子的时候 父母是不是护着呀 拦着不让管啊 我妈她有时候会虫虫销 我爸她不会 哎呀 我就说 这亲家母啊 不会教育孩子 不行 找机会 我得找她谈谈孩子的教育问题 那行了行了妈 这不是你的事儿 你可别跟树立她妈去谈什么孩子教育问题啊 我当然要说了 我是搞教育的呀 我搞教育我有经验呀 我能教育好别人 我就不能教育好自己的后代了 妈 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 一家跟一家也不一样 郑阿姨她书读的是少 但是你看人家是以身作则教育自己的孩子 书姨 书培哥 嫂子 不都挺优秀的吗 就是嘛 这教育第二代和教育第三代 那可是不一样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小虎的 你说这孩子吧 那天他随便告诉我几个数字 嘿 我就冲了大奖了 孩子聪明 就是啊 你说这孩子多聪明啊 我更喜欢小虎 老婆 这孩子多可爱 咱回家生一个行吧 嘿 你们之间的事回家再计划好不好 这阵子啊 小丽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累 咱们赵家是不是得表示一下啊 对啊 当然了 来 嫂子 我们敬你 来来来来 没让你去喝酒 你说不太高兴啊 郑老师你这话说的哪去了 老师您教育的好 酒要少喝 对 从今往后啊 凡输酒都要戒掉 郑老师 你看这 这戒酒也得有个过程啊 就是啊 今天就是过程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之意不再酒吧 那在哪啊 在酒缸啊 啊 你是怕啊 我什么都怕 我怕什么呀 我怕呀 啊 礼物我都让叔陪也带去了 我怕谁呀 我怕就是咱们全家人都去了 小虎吧 没人带 要叫小虎去吧 这孩子还闹 到那地方人家庆家母需要进 你说这孩子那么讨厌 叫人烦 让人说不三不四的话 不是吗 这是七一 怎么的 还有七二啊 第二点啊 你是怕庆家母的AA制 哎呀 你怎么知道 我真是怕呀 你说就在这服务员面前 你说这让儿女们都拿钱 你说我这脸我都摸不开 我可摸不开 借着这桌饭 赵家人都在这 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吧 主要的议题呀 是讨论小丽的去留位置 我的身体没毛病 这次让大家虚惊一场 我就很过也不去了 我的意思是 在重谢了小丽之后啊 咱们就送她回家 是不是呀 小虎也需要妈妈在身边照顾 对吧 那 赵柔 你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吧 我没什么意见 我听我爸的 我反对 我是希望小丽能留下来 赵姨 你什么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啊 我支持爸爸 我现在啊 身体感觉特棒 就没这必要了 我看有这个必要 其中呢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 虽然你现在的身体 没有什么大碍 可是你的不适啊 是由于你身体的 亚健康造成的 你需要多休息 这其二呢 是因为你帮助舒培 去搞污水处理这个项目 小丽留下来啊 不仅能照顾你 同时呢也能照顾舒培 这不欲己两得嘛 秦阿姨说得对 小丽留在赵叔叔身边 多多照顾我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那个还有啊 这小丽在咱们家干 也不能白干 是不是 我觉得有两条补偿协议 第一呢 小丽啊 你有空的时候 到外面跑跑 如果小丽不在咱们家 干了以后啊 她也好有个营商 你帮她找个工作 妈 这事还用得着你交代 我正想给嫂子 找个好工作呢 这第二呢 我想应该给小丽 提高一倍的工资 你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又要按老规计办事啊 AA 全家平摊费用 那是当然了 家政方针嘛 不能变 今天 我们这顿饭 也要平摊 还有你的份 妈 你不是我请客吗 可是 我觉得还是维持 原来的方针比较好 既然大家没有意见 我看咱们就这样决定了 好不好 我咋说呢 哎呀 我太英明了 我就是 决定没让咱们全家 都去参加 他这宴会 就对了 你说他那叫什么方法啊 咱们家要去得花多少钱 哎呀 看看你在这小心机 不就一顿饭吗 要是去的话 我掏钱请客 你要掏钱他不愿意呢 我掏钱请客 他还能打我呀 哎呀 你说过了 他不能打你 哎 他用语言奚落你 摇着你花的钱吧 摇着你还不自私 就这样 看来我妈 还是挺了解钱阿姨的 你钱阿姨啊 这么多年了 我对她我还不了解 是这个女人呢 我这鞋子这回小丽啊 上他们家干活 我真心疼 你说在家里里外外 妈还能帮着你吧 你说到那她还能帮着你吗 啊 不都对你自己干吗 你说真是多累呀 妈没那么严重 其实钱阿姨也挺好的 再说我这干活干惯了 没事 你看这咱妈给我说的 我这农村长大的孩子 好像像个 交上贯养的娃娃似的 不是那样 就是在座的 我这都是我的亲骨肉 真的 你们啦 累着了 我跟你说 受了罪了 我都心疼 咱们心跟她不一样 那女人可不是一般的 再来 我再来 把他给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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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么了 王大小姐 有什么事吗 就是 进你音乐会的事呗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的 从来不会赖账 可是我今天 不能去参加你请我听的音乐会了 反正我已经请你了 我已经实现我自己的诺言了 将来你不许说我还欠你人情 还有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我不会再请你听音乐会 绝对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那我以后给你打电话 请你去听音乐会呢 恕不奉陪 书彦 我今天就有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会 请你务必长脸光顾 先生您好 您好 进来吧 来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不到你还是个音乐家嘛 音乐家谈不上 只是个人爱好 偶尔过来玩玩 玩得还有模有样的 刚才那段音乐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说呢 弹钢琴那个人吧 反正挺一般的 的确 记不如人嘛 还有点自知之明 你说过今天要请我吃饭的 不许耍赖啊 不就是吃个饭嘛 撑死 今天我请客 你点个 我今天想吃的是最贵的 狠狠宰你一顿 你随便吧 反正我吃饭的原则是 三菜一汤 外加两碗米饭 超过五十块钱 你买单 你怎么那么抠啊 什么叫我很抠啊 我跟你讲 你已经很幸运了 我从来都没有请男人吃过饭 你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你没有请过你男朋友吃饭吗 男朋友 你是不是在动什么歪脑子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是个男人婆 要也只会有女朋友 怎么可能有男朋友呢 哎 我给你讲个秘密吧 我呀 是个同性恋 是吗 那好啊 从今天开始 咱们俩做哥们吧 好啊 那我们就画干戈为玉帛 你怎么上楼上试吧 行 帮我拿着 我上微信间 我上门去 嗯 真讨厌 握个手给人握那么疼 来 委员 衣服间现在哪儿啊 服务员 我给你帮的菜 能不能快一点啊 好的 谢谢 同一层 叫什么 你要好 多疯狂 计创 孙丽 怎么了 你怎么脸那么多呀 吃不了打包呗 反正你买单 真不狠啊你 别那么想起 你一个女孩子 攒弄的钱给做什么呀 将来又不娶媳妇 我得孝敬我妈吧 我妈养了我一场 我是不是应该尽孝 懂不懂啊 好好好 单不争了 我们公司开发了一个新产品 想请一个代言人 想到我了 我可不是这么明星大腕啊 我可慧眼识心了 看好你 你这叫慧眼识英雄语 天啊 是在骂我呀 爱你的人呗 你吃你的吧 哎 你看我们点了那么多好吃的 说实在的 吃两口我已经饱了 你肯定还没吃饱了 为什么 你花那么多钱 点那么多菜 你不多吃点 多对不起自己呀 你看你那德行吧 让人看不起 还有你穿的衣服 真是给中国男人丢脸 我给中国男人丢脸 争光还差不多吧 什么争光啊 是剪彩 哎 你那天晚上穿成那样去听音乐会 你以为你干嘛去了 听音乐啊 听音乐 你也知道你是去音乐会啊 那么郑重的场合 你就穿成那样 你知道吗 在人家维也纳音乐厅里面 男士西装隔离 女士郑装出席 那才叫做对音乐的理解和尊重 穿成那样 简直就是对音乐的泄斗 王大医生 你对音乐的理解太片面了吧 音乐是用来做什么的 是用来听的 是用来享受的 哦 你认为 所有的维也纳人 都穿着盔甲去听音乐 那就是对音乐的理解和尊重了吗 尊重就一定要做出来 如果你不做出来 那样就是空话 好比说 宗教信仰 你总不能光着大膀子去朝圣吧 我看你这个整容医生啊 只会给病人整脸 就算你把病人脸整得 跟 crim别人打算 让你给病人打算 我还会把病人打算 我看你什么 都没害不, 我看你那个 也不知道 对音乐的 专程不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高兴了吧 我告诉你 相当的精彩 这故事到了大结局就特别精彩 现在我已经不能掌控故事的走向 而是故事控制着我的思维 行了行了 我不管你什么走向都走向的 你别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更好 我是疯疯癫癫的活在自我创造的梦境里 总比在这 要比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精彩得多 你就知道精彩哈 孩子事你不管 对吧 你说那书姨 出去多少天了 时间也不短了吧 到现在不回来 两个 一个姐姐 一个哥哥也不管 这小丽整天的 这上了赵就帮忙 也没有工夫管的 你她不管 我看怎么办 老伴儿 你看下边的财了吧 这么着吧 我给苏姨打个电话 让她回来 别别别别 我跟你说 这次我坚持原则 我坚持到底了呢 真的 他要是不把义凡给我领回来 我就不让他进这个家门 我坚决了 你也太固执了 我不 我固执什么 我固执什么呀 我非得让女儿知道 我跟你说 哎呀 知道我这当妈的 我跟你说 真是一片苦心哪 我为了什么呀 他们 他们不懂呢 不懂啊 不懂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还非得说呀 嗯 我亲自出马 明白不 我找他们去 我是书姨的妈妈 你正阿姨 对对 嗯 没什么大事儿 嗯 就是 我就说晚上能不能 咱们约一下 我有点事跟你谈谈 好吧 好好好 好 再见 秦阿姨 李凡啊 阿姨得求你当个忙 我们家的电脑又上不了网了 行 那你过来帮阿姨看看 今天下午有时间吗 今天下午啊 一凡啊 主要是你叔叔啊 他着急着上网查资料 行吗 那好吧 下午两点吧 那就太麻烦你了 一凡 我先谢谢你 搞定了 一凡一凡来咱们家修电脑啊 哎呦 那一凡管理那么大的公司 工作肯定很忙 我跟你说啊 别咱们家电脑出一点小毛病 就上回到家来修 都不好意思 小毛病 小毛病你会修吗 真是 人家伊凡呢 是电脑专家 哎呦 以后咱们家电脑要尝快才好呢 哎呦 我说你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啊 怎么说起疯话来了 去 你不懂 傻瓜 哎呦 OK 好了 是不是阿姨你们试一下吧 好啊 来吧快 有吗 有有 哎我这有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哎这回啊 就省得我和你阿姨 为了上网 强定了 哈哈哈哈 谢谢啊 没事 哎呀得了得了 那些虚无缥缘的感谢 真有什么用 小柔 你不是要请伊凡吃饭了吗 嗯 是太早了吧妈 不早 你还得沐浴更衣 苗眉铺粉 这都需要时间呀孩子 你赶快准备吧 那也早 不早不早 你吃完饭你还可以陪伊凡 逛逛街看看电影啊 是不是啊张家航 哎哎哎哎哎对对对对 哎小柔快去快去化化妆去啊 快去吧啊 哎哎哎哎 然后跟伊凡吃完饭再逛我们店啊 快去 伊凡呢 嗯 我们家小柔就还化妆 如果他要不当演员呢 他就又是化妆师了 嗯 今天伊凡来我们家小柔 那就更得化化妆了 是不是啊 呃 张家航 嗯 那个有ke画说什么呢 是吧 嗯 什么 啊 啊啊 啊啊啊 愿己者戎 是那个吧 女味愿己者戎 啊对对对 这个你还 李小阿姨啊 其实我晚上已经约个人吃饭了 那 该不会是和女孩子吧 不是 是郑阿姨 郑阿姨 哪个郑阿姨 郑一芬 是 郑阿姨请你吃饭啊 我们是亲家 又不是外人 我跟你去 正好我和老姐姐也聊聊天 行吧 你好 欢迎光临 亲家母 听依凡说你请客 我就跟来了 好 坐 我今天主要请依凡 你来陪客 好吗 好 实际上也巧了 今天依凡到我家做客 晚上我想请依凡在家里吃 她说晚上你请客 我想既然亲家母请客 又不是外人 我就不客气就跟来了 你请客 我就不掏钱了 怎么不掏钱了 那这次咱不AA日了 入乡随俗先入为主 你先来的呀 那得按照你们家的规矩办呢 对不对 那我不能抢你的风头 要不然我太不懂事了 你请客 我就陪吃 今儿我请两位阿姨吃饭 那可不行 怎么能让你请呢 一会儿呢 咱可都说好了 不是阿姨请客吗 我请客吗 对 要郑阿姨请客 郑阿姨呀是最大方的了 书姨跟赵柔都是我同学 我请两位长辈吃饭 也是应该的 服务员 我看出来了 潜意这个人不回好意 我就是要坏你的大事 我呀 我是一忍再忍 我要是不看在赵毅的面上 我早跟他翻脸了 什么看赵毅的面 潜意呀 这个人太自私了 你看书姨跟伊凡两人 为啥分手了 我告诉你 这个女人在周间没起好走 她起什么坏走 她想争女婿 争女婿 对呀 是你想多了吧 我想多了 你是没看见的 这个潜意今天 那脸上那个笑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那就是一股奸笑 笑得就好像心在乐祸似的 好像咱们的姑娘 跟着伊凡分手了 她姑娘这家伙 有机可乘了嘛 感情问题呀 还是顺其自然 你呢 就别在里面瞎掺和了 啥叫我瞎掺和呀 我给孩子争女子 我怎么瞎掺和了 有点 有点啊 有点 那你说我瞎掺和 我掺和到底了呢 我呀 我让书姨搬回这住 不是在外边住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在你身后 在你身后 陪着你感受 爱情的誓言 从未想过轻易的放手 陪你左右 陪你慢慢的走 不管你爱我多久 不肯放手 陪你左右 我爱的太不够 虽然 我一直在身后 却让你围流 在你身后 在你身后 Splash 在我爱 enough 在你身后 飞受你能不能使 труд 后一路 爱情的誓言 从未想过轻易的放手 陪你左右 陪你左右 陪你mern 慢慢地走 不管你爱我多久 不肯放手 陪你左右 我爱得太不够 虽然我一直在身后 去等你没懂